一上午又是特种宾市的吃吃吃 烧麦 豆腐脑 甜皮鸭 冰粉一样都没错过 撑得不行的我俩去了加州旅行公园 玩了飞盘 羽毛球和风筝 运动消失后 我们要开始最后一段乐山美食之旅啦 哈喽 刚刚运动完我们又来吃东西了 然后油炸串串肯定是乐山当地的有名美食之一了 然后很多朋友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家 然后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梦雨 给我们推荐的这家叫做梨老三油炸串串香 然后现在已经是快两点多钟了 所以人应该不太多 很好很好我们就不需要排这一盘拿着 因为我们今天午餐准备吃两个 一个是油炸串串还有一个是波波鸡 所以说没有拿特别的多 然后荤素搭配再拿了一些 我们尝一尝 花已经上了 就是我们没有点太多 但是大家推荐的包括虾呀 然后我自己很爱吃鱼 点了小光鱼 然后底下就是我爱的各种素菜 都点了一起 先吃个甜串 好甜的 甜的 甜的 好吃 我的爱情 吃个虾吧 这是油炸串串里面的干虾 干虾 嗯 这虾好吃 嗯 虾可以 它虾特别的鲜的味道啊 对 挺好吃的虾好吃的 所以这虾也是大家推荐的比较多 嗯 这是我的最爱我曾尖 这个我感觉要 嗯我肯定可以 Merry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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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口感是可以的 嗯 口感吃麦都可以 哇这个叶子 脆的 全部都已经炸酥掉了 你看这个 它已经炸的很酥了 那我要吃个金针菇了 它不要吃金针菇 可以吃哪里一看 因为一吃金针菇 就see you tomorrow了 其实金针菇在油炸里面其实很好吃 它很容易炸的很脆 嗯 这五花肉 还有吃我的一定能吃 推荐 全天推荐 嗯 嗯 我们一人推荐一个最推荐的单品 就一个 只能贴荐一个 一个真的太少了 不行不行不行 我先说说我很喜欢的 首先我觉得鱼跟虾 嗯 这样吧 我觉得虾真的是比你吃人 然后鱼就是要看你爱不爱吃鱼了 爱吃的朋友一定要点小朋友 然后 然后 吞在里面排骨也不错 然后其实说句实话 那个什么小菌干 菌马这些我俩平时特别爱的 反正我在这个油炸肠肠里面 我觉得很一般 对 你去吃那个叫什么 你去吃波波鸡也好 或者是吃那个串串也好 或者说吃火锅也好 它都会很美 它这个油炸里面就是 它就蜷色很多 我反倒没有你推荐 我最推荐的是五花肉 哦 因为我没有吃 我没有吃五花肉 因为我觉得太油炸了 绝对必然 然后素菜里面的话 我还是挺喜欢卧森煎的 我觉得卧森煎很好吃 然后甜玉米 甜玉米很好吃 因为它 它是甜口的嘛 就是有点清 这油炸里面的一股小青柳 那土豆就真的有点一般 土豆片很一般 OK 那我们差不多就这样 我们接下来要去吃波波鸡了 拜拜 拜拜 我们的午餐第二段 夜婆婆啵啵啵啵啵 它一共有四个口味 但我们选了两个 一个是糖椒味的 一个是红油味 然后它这个锅底呢 算人头的收费呢 三块钱一个人 所以选几个味道都可以 我们选这两个都可以 这两个都可以 这是我们刚刚拿的菜 这个是糖椒口味的 这个是香辣口味的 我们的小菜也来的 你会要快 好 谢谢 油渣豆腐渣 这是臭炸 臭炸薄餅吃 谢谢 谢谢 全部都上了 我们之前吃了很多串的 它是一直泡在味道里面会比较敬味 然后这个是因为你是 它是煮好的菜 然后现泡的 所以说要稍微时间泡的久一点点 然后再吃 那我先吃个骨头片吧 这红的味道好吃 你一定要尝一下 这红的味道好吃 这边呢我就吃个猪皮好了 波波鸡里面的猪皮必点 一点都不油膩 你也一点吃不出 油脂的感觉 就是很脆的那种 就是你们吃过那种泡椒的猪皮 就大概类似是那种口感 没那种口感还有脆 因为它会比那个还要薄 然后 然后素菜里面我首先就是土豆 然后再一个就是 哇塞尖 我尝尝这个 这个我没有吃过 油炸 豆腐干 你们夹这个是什么 萝卜丝 萝卜丝 萝卜丝跟那个 花生碎 然后是有点甜口的 嗯 它里面炸透了 所以整个 豆腐干 特别的脆 这两个看 我觉得口味差不多 点一个就可以 这个芽菜炒饭 我觉得是很推荐的 特别的香 我一个 非常不爱吃炒饭的人 嗯 嗯 很甜的很甜 我干饱了 凉糕跟冰粉 是不一样 它比较黏 这比较稠一点 这种口感 我觉得托尼哥 应该会喜欢 就是来四川 也是一定要必吃的一个 OK OK 快 让摄影师吃饭吧 乐山的最后一站 梅开三度的是个什么地方 大家猜一猜 还是串美 梅开三度 然后我们第一度 是吃的三鲜冰粉 嗯 第二度吃的是丈母娘冰粉 然后我们先说一下 我们还是觉得 三鲜冰粉更好吃 更小清新的口味 但是当然 如果喜欢吃传统冰粉的 那我们就推荐的是丈母娘 因为它其实就是添加了很多料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上第二度吃了 老板推荐我们说 他们家绵绵冰也很好吃 所以我们就又来了 那这个绵绵冰有好多种口味 芒果的椰的 然后还有 男朋友冰冰冰 她们还有丈母娘冰粉 还有男朋友冰冰冰 对 对 那我们就要个芒果的吧 好吗 好 好吧 走 你看这一压坨芒果 哦哦哦 它就靠这个 铎黑 再加上过西米 圆子 芒果酱 看的不错 看的不错 老位子 老位子 尝了一下 它的芒果味很浓 它的芒果酱是个纯甜的 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芒果酱稍微有一点酸甜的话 我觉得它的味道会更好一点 因为它整个现在的口感就是不够特别豐富 感觉是个纯甜的反正面面冰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酸味的话可能会好一点点 混在一起吃可能会好吃 你拿点圆子拿点意味料 它现在还是三鲜冰粉最好吃 那你知道我们在乐山收获最多的是什么 是美食吗 当然不是 我们在乐山收获最多的你看看 停车票 但我觉得乐山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路边有很多停车位 而且它停车位基本上都是前两小时都是免费的 特别适合这种来旅游在各个吃饭的地方或者旅游景点打卡的人 你一般停两个小时左右就OK了 然后就既不收费 然后又有一个比较正规的停车的地点 我们这次出来基本上是没有怎么花停车费的 对没有花停车费 我们的乐山之行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关注了很多美食 我看我们都吃到了没有 甜皮鸭吃了 纸皮烧麦吃了 豆腐脑吃了 豆腐干吃了 卤菜没吃 咖饼没吃 咖饼是因为我们在成都吃了 我们俩觉得一般 然后啵啵鸡吃了 凤爪没吃 面没吃 绵绵冰吃了 凉糕吃了 冰粉吃了 翘翘牛肉吃了 扇丝没吃 扇丝没吃 这也是唯一托尼稍微有一点点小遗憾的 因为它有点在郊区不在很市中心 下一次 下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吃上 然后油炸串串吃了 然后麻辣烫没吃 然后景点的话 乐山大活去了 旅行公园也去了 整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美食基本上 完成度90% 对完成度90% 然后你觉得乐山的美食怎么样 我是觉得 我在乐山吃这么多 让我有一种恍惚的感觉 好像不在四川境内 为什么 不论是重庆成都 都是吃辣的火锅 辣的这种东西 都是辣的川菜 但是在乐山我感觉吃的都是甜的 甜蜜 冰粉 什么绵绵冰 对 都是甜的 甜口的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好像乐山是有种 游离于四川川菜体系之外的 这么一个独立的美食王国的存在 好吃好吃的 好吃 对 所以乐山不仅有大佛可以看 然后还有很多的美食等着大家去打卡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啦 我们的下一站是重庆 我们就重庆见啦 拜拜 拜拜